大家好 今天是2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開始恆生指數就大跌 恆生指數跌280點 國企指數跌85點 方企指數跌75點 領戰上市後第一次集資188億元 市場反映負面股價急錯15% 跌幅最大的藍籌拖累指數跌37點 阿里巴巴跌2.9% 領事數跌53點 京東跌4.8% 領事數跌29點 匯豐跌1.7% 領事數跌33點 美團跌2.1% 領事數跌21點 騰訊跌1.1% 領事數跌21點 修正綜合指數開始跌4點 恆生指數開始之後 跌幅擴大跌到300多點 調查宣布暫停中國居民的證券戶口 股價急錯11% 領事數跌2.6% 領事數跌3.7% 富士康跌2.1% 高位電池跌2.2% 香港地產股跟隨領事數下跌 新世界跌9.2% 九速跌5% 行機地產跌4.6% 冠軍產業跌3.6% 但是上五中段廣股的跌幅收窄 主要都是除了領事數之外 所有的籃籌都盛反 上週收市恆生指數跌99點 國企指數跌8點 科技指數跌22點 成9606億元 下週跌幅再度收窄 一度輕微上升 收市恆生指數跌18點 但是國企指數升18點 科技指數升12點 成91121億元 領錢集資拖累港股下跌